5 3 月 6 秒 空氣 诶 你们家的人这么多 水质哪有冰稳到较少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钱啦 第一 看买烫 在水手里面滴几柠檬油检查 就知道有流水吗 第二 把水龙头倒解水垫片 多淋浴 少泡澡 洗菜要在本中洗哦 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里生活品质同样好 不愧是志多心厉害哦 因为生水就是生质 瘦水就是瘦虎啊 一上公歌由台北出来水 输液出提供 快乐大台北89.3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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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快乐特殊 快乐快乐快乐 3 2 1 快乐 快乐快乐 很快乐 永远快乐 你永远有的快乐 永远快乐 你永远有的快乐 哈喽 你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英李若英 欢迎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天 天天中午时间锁定若英时间 那么今天呢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如果你有上我们的脸书的朋友 你就可以看到现场呢 我们来的这位来宾 他就是我们的腎臟科医师江守山 江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那么这一回呢 我们请江医师来聊的主题 就是你做的检查治疗都是必要的吗 也是在脸书上你可以看到这一本新书 就是我们江医师他出的新书 那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说 有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我一定要访江医师 因为刚好前阵子 如果跟若英比较熟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若英之前 前一只受到这个身体极大的痛苦 可是那种痛苦是讲不出来的 就是其实一开始 我可能是在那个 我有看了其他科的医生 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然后你就会想说 是皮肤科医生吗 所以我那时候也去看了皮肤科医生 然后后来没想到没多久之后 变成水泡破掉 然后一大片血肉模糊 然后后来呢 赶快重点是痛到不行 痛到整个人化了妆 还是脸色惨败 然后赶快晚上去 看一下那个医生 那科医师 因为真的不知道看哪一科 痛得要死 连动都不能动 差一点要叫九湖车 然后后来呢 他开了止痛药给我 然后真的很有效 就吃了之后就觉得 好多了 然后你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就好了 我就停药 就痛到半夜醒过来 然后我想说 我到底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觉得自己身体状况很差 后来朋友就传赖给我 就说 你这个病程跟这个很像 他会不会是陪着啊 那我想说 有可能 因为我刚好长的位置 就是很尴尬 就是大腿跟在后面 我自己看不到他长的样子 但是就后来 血肉模糊了 然后就 就是去看了医生 然后也痛到要死 然后后来 开了药 然后我就发现说 我停药之后 虽然说很有效 但是我停药之后 半夜痛醒 然后重点是 隔天刚好礼拜六 然后我眼睛眼皮上又长了一颗水泡 我就觉得 哎呀 很吓到 因为我上网去查 如果真的是 陪着的话 在眼睛 这眼睛这边 颜面是三叉神经 很有危险性 可能对眼睛会失明的危险 我就吓到了 我就去挂那个台大医院的急诊 然后就后来呢 医生可能他就觉得说 你这个看起来不太像 他就不知道说 要怎么开药 我就说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开那个 这个什么病毒 抗病毒的药 你给我 因为我自己很清楚 我的病程一模一样 虽然说 我的那个长得不太像 他们的这个 非常 就是非典型的盔爪啦 我觉得啦 然后结果后来擦了之后 真的就消了 然后后来就真的去 转诊到台大的皮肤科 他就扒开我的伤口 他说 小姐 你这个人工皮可以不用贴了 因为快好了 他说 你已经快好了 任何医生都看不出来 你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自己就觉得 哇 因为我有看说 他可能就是你可能 压力过大或怎么样 生活 可能熬夜啊 工作啊怎么样 所以就 就可能会引发 这样的带状性炮症 那我想说 是不是 为了要健康 我就要去做 很好的健康警察 所以我已经问了朋友 我是真的想说 我就花大笔钱 我干脆去做一个 好的健康检查 但是我就看到 这一本书的介绍 就是说 好像说 过度的检查 也是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一些 健康上的危害 是吗 江医师 台湾人哦 有时候其实 现在经济到一个程度之后 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呢 也有一定的想法 一定的担心 尤其是老年人越来越多 嗯 很多时候呢 小孩子的孝心 或者是公私的福利 嗯 都会让我们有机会去接受 这种很高价的健检 是 那我们以前一直有个想法 我们都认为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效果比较好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就要尽早去发现 所有的疾病 嗯 那尽早把它发现出来 就可以赶快治疗好 嗯 免得 承受到这个疾病的不好的结果 是啊 都是这样想啊 这个逻辑听起来是不错啦 不过很可惜 啊 呃 想我们这个设想是很丰满 真实是很骨感 可是这样子不是才是 可以那个预防吗 预防生理治疗 不是就是要去做好的检查 完整的检查吗 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 检查本身是有奉献的 嗯 怎么说 我举几个例子来讲 嗯 我自己的一个病人 嗯 他就是公司提供的免费健检 对 那因为总共有一万多块 他就勾了一个无痛的大肠镜 嗯 听起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 很好啊 检查得很详尽啊 对啊 那大肠镜坐进去 就发现大肠有个息肉 顺便割一个很好啊 对啊 就一定会割掉嘛 对啊 很好欸 那因为一天晚上 他睡觉睡一半 嗯 突然间觉得人很不舒服 醒过来发生全身冷汗 嗯 他太太有睡在他旁边 他就推他太太 太太醒过来之后问他 你怎么回事 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 很痛 不是血压太低 啊 他已经眼睛都发黑了 哎呀呀呀呀呀 然后他在推他发现他不能讲话 就叫救护车 嗯 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是休克的状态 哇塞 血压上面只有70 下面两不到 好恐怖 转家户病房 嗯 发现是败血症引起的休克 啊 然后呢 细菌从哪里进去的 后来发现是从 减席肉的时候 细菌从伤口进去的 啊 那你想想看 大肠有可能无菌吗 呃 应该都是要有菌的啊 对啊 大肠一定有放大便的地方吧 它怎么可能无菌 对 所以我们一个简单的减席肉 其实它带着一定的风险 哎 更不要讲说 太多的检查 其实 它的风险在于 它提供很高量的辐射线 嗯 台湾人家很常做的检查 包括 想要筛检癌症用的正直摄影 嗯 包括 想要筛检肺癌用的 低剂量电脑断层 哎 感觉都是很高先进的科技啊 对啊 还有包括一样 想要筛检心血管病变的 所谓的256切到800切的 心脏血管的电脑断层扫描 是啊 听起来都很好 很好啊 可是你有想过一个问题 很高档 对啊 我都想去做哎 对啊 我本是真的想去做 很多听众们也会讲说 如果我进去宽育 我也都要做一遍啊 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我跟你讲啊 你去问您看你的医生 他敢不敢每年做一次 嗯 如果你的医生都不敢 嗯 那你是认为什么 医生收入比你低吗 当然不可能啊 好准备 他的 找不到地方排检查吗 嗯 怎么可能呢 对 我跟你讲啊 基本上我们在院里面 我们都可以查对的啦 怎么可能嘛 嗯哼 医生不做一定有原因嘛 哦 很简单一个问题啦 所谓的正直摄影 嗯 台湾 基本上就是一个恶搞 乱搞 啊 真的吗 全世界没有人敢 像台湾的这种 发财医院 好的 这个叫财团医院 啊 他把它拿来 用一个会致癌的检查 来筛检癌症 这个这个此话怎讲啊 呃 一次的正直摄影 嗯 基本上他的剂量 25毫希佛 嗯 听到没有对25毫希佛 没有什么概念 对啊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25毫希佛哦 嗯 就是你把你正常在台湾 暴露的18年的辅塞剂量 半个小时 铺路完毕 哇 这样好像很听起来很可怕耶 嗯 这影响应该 影响健康很大吧 对 那会影响应该多大呢 我跟你举个比例哦 嗯 25毫希佛 嗯 等于你今天站在台北市的散导市 散导市距离台北火车站 就是一个前一站的距离 嗯 对 然后你在那边看到台北火车站 被丢了一个广岛级原子弹 炸开来 嗯 那你承受的辅塞剂量 就是25毫希佛 这样子不是说 反而那个有可能会离癌吗 这样子 当然啊 哈好恐怖哦 25毫希佛 嗯 等于你造了1250张的胸部S光片 嗯 等于你 每一天要造3.4张的胸部S光片 哇 这伤害很大啊 那连续造一年都不能停 哦天哪 你敢去吗 不敢 我只是去造个S光 我都要狂喝牛奶 好像说可以代谢 怎么可能 这么多张的那个 哇 所以这个就是二稿嘛 健保核准 卫生署核准 这个检查是用来 做癌症分析 譬如说你乳癌啊 你有没有淋巴结传疑啊 等等的 嗯 而且很多时候 它连癌症分析都做不好 其实2019年 年初就有一个研究 比较 最近很红的 食道癌 嗯 的 扩散的一个 追踪 他做了所谓的金石道超音波 嗯 做了正直摄影 嗯 做了电脑断层 嗯 结果正直摄影只逮到13%的病人 87%的病人都漏掉了 怎么会这么低啊 所以 我跟你讲 大家都有盲目的崇拜症 认为 贵的就是好的 对啊 他想说应该他是比较先进的啊 对 那个就是科技崇拜症 哦哦哦 其实事实很骨感 通常不是像你想象那么丰满 嗯 是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会致癌的检查 真的要很小心 嗯哼哼哼 坦白讲你去国外看 美国人很喜欢赚钱 嗯 美国的医疗非常商业化 嗯 可是你去看美国 有人敢把正直摄影拿来 做 嗯 健检吗 没有 因为这样做一定会被告 欸 没想过这件事情欸 我跟你讲 我认为在台湾已经有 无数多的人 因为正直摄影 得过癌症了 真的哦 坦白讲你有办法 有些人哦 疯狂到因为 公司或小朋友的孝心 对啊对啊对啊 就想说给父母最好的 呃送给他们最好 就是让他们健康 然后让他们做最完整的三万 也没有关系 对啊 对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多 你一年去广岛炸一下 没死 啊 那明年你跑去长崎 再炸一下 也没死 啊 你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还没有看到癌症 所以我在一年 我就跑到 筹诺比尔 发电厂的地方 让他露出来 我再承受一下 最后不行 你还跑福岛 啊 真的 是这么可怕的一个比喻 我举个例子来讲 福岛核灾六年 当地的小朋友 没有人的辐射 剂量超过三十毫西佛 可是当地在六年之间 贾壮献胎增加了五十倍 哇 这个很高的比例 所以说其实我们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高科技的这个政治扫描啊还是什么的 原来其实跟这个这个他们就是就是那个厉害的可能性是提高很多呢 更糟糕的他不会让你明年就离癌 像富岛核灾也是五年才发现假装线癌会高到那么多倍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还有关联性啊 对 我们一般的人因为没有足够的医学尝试 对啊 他不会去怪罪 对啊 他一年一年做政治摄影 做到后来发现自己得癌症他很高兴 啊 因为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对 他发现说你看 还好我有做那么多年 你没有想过这个还真是你这个五年来造政治摄影造出来的 哇这个这个观念好像我们真的是完全的扭转耶 就是以前的口号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所以我们才要用最好的科技来诊断自己是不是有哪方面的疾病 结果没想到真的是很颠覆大家的想法 对 而且你认为说一定帮得上忙的东西很不见得啦 嗯 我举个例来讲 像很多人家长因为他有抽烟的习惯 哦对 那你也看到很多人死于肺癌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就很多人就会去做所谓的低剂量电脑端程 嗯哼 因为早期的我们用胸部X光 嗯 去发现肺癌 嗯 发现并不能延长病人的寿命 嗯 不能降低肺癌的死亡率 嗯哼 这个国内国外有一堆研究已经证实了 嗯 这个是最早期我们才发现说 哦原来做检查不见得能救命 哦 可是后来有人想说那低剂量电脑端程 你可以发现很小的癌症 嗯嗯 更糟糕的是还有人哦 根本不抽烟也去做低剂量电脑断程 哦 那根本就很瞎 哈哈 低剂量电脑断程即使在抽烟者 的策检 嗯 2015年2016年各有一篇很大规模的前瞻性的研究都跟你证实说他不能降低肺癌的死亡率 嗯哼 不能降低肺癌的死亡率 嗯 更不要说对飞烟枪 嗯嗯 对飞烟枪根本绝对不应该说 为什么 不抽烟的人 在低剂量电脑断程里面发现的肺部节节 每150个才有一个是恶性的 嗯 那你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吸引二手烟啊 那可能呃身边的亲朋好友或同事他才抽烟 你可能就是你觉得二手烟其实是最最不好的 所以也有这个可能性 也想要去做这个 对啊 可是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150个才一个是恶性的 发现这个恶性的你会怎么办 嗯 当然你要经过重重的检查 确认他的恶性嘛 哦 所以你要做进一步的抽血 对对 你要切片 对 你做血管摄影 嗯 到最后呢 我跟你保证 做完这个都还不知道他是良性恶性的 呵呵 最后 蛤 要能确定他是良性恶性 就是开刀把他取出来 啊 天呐哇塞 可是肺液的切除手术 嗯 也有危险性 对 对 20个人去做 一个人会死在医院里 好恐怖 那你想想看他的几率只有150分之一 呃 给你带了20分之一的死亡率 嗯哼 所以这150个人万一有一半的人 去做切除 嗯嗯 那一半的人会死掉多少 75个人去做会死掉3.5个人 那你会救回来人多少 20个人才救一个 哇 你这150个人才一个是恶性的嘛 嗯 嗯 所以你这150个人 才救一个人 嗯 死掉3.5个人 哇这比例不对啊 对啊 所以 因为一般民众没有医学知识 没有统计的知识 是 他都幻想自己是会得到好处的 嗯 你怎么想说 为什么每个人都好处啊 那统计就是要那个得到坏处的人是谁啊 哈哈 所以 真的应该要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嗯 我们这个要做的治疗 或什么 你真的是要呃 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必须 我觉得 因为我们都想说 可能会呃 这个相信说 那我们政府会把关啊 或是怎么样 然后也相信医师啊 所以 而且我们也想要说 哎 想要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 所以才会这样子做吗 其实 大家也不用怪说医疗系统 并不是整体的腐败的问题 嗯 很多时候 连医生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有没有好处 哦 哎 我举个例子来讲 是是 在书里面我就讲 这本新书里面就讲 一个例子 嗯 在美国半月版的切除手术 嗯 一年做20万例 几年前 20万例 开20万之刀 嗯 因为很多运动员一受伤 就是半月版撕裂伤 就进去开刀 是 这样做了十几年之后 有个医生对他怀疑说 哎 这样做有没有意义啊 嗯 我要做一个 单忙的 前瞻的对照研究 嗯 找了一群确定 半月版撕裂伤的 病人 嗯 抽签 随机分配 嗯 两组都进手术房 嗯 两组都把膝盖割开 嗯 然后两组在手术房待45分钟 嗯 可是其中一组真正的把半月板切除 嗯 另外一组呢 就医生在那边做戏你知道吗 因为病人是清醒的嘛 半分麻醉 嗯 所以医生就一伙拿抽膝在那边抽抽抽 一伙拿刀在那边晃来晃去 装的 对啊 因为病人看不到 哦 对对对 因为他以为他麻醉了嘛 他有个蓝色的 哦哦 绿色的布巾遮住他的脸 因为太可怕了 因为有血 对对对对 有的病人就昏迷 所以不能给病人看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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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病人 清醒的情况下 你就要弄声音给他听 哦哦 了解 然后45分钟之后 都结束手术 把膝盖缝起来送出去 嗯嗯 追踪5年的结果发现 有切跟没有切的病人 膝盖与后一模一样 症状一模一样 疼痛程度一模一样 诶怎么会这样啊 这就是这样嘛 我们医生想帮助病人 可是我们做的事情 不见得帮得上忙 可是那个是代表他是心里 也不对啊 他就真的痛啊 就不是 没有刚开始会痛 可是开不开刀 结果都是一样痛 哦 只是说开刀的帮助性 是不是这么大 对 结果是没有嘛 哦 答案是没有 因为这个是一个 随机介入的研究 没有人敢否认他的结论 从此这个是 治疗 就不再做了 是是 你想象中原来美国有 那么多恶劣的医生吗 开20万治刀 至少有上千个医生吧 可是他们可能就是 在他们的专业来讲 他们觉得这是必要啦 对 他当初的想象 没有做过这个前瞻研究之前 所有人都想象说 有生意有保费嘛 我有做意比较好嘛 对对对 结果不见得啊 哦 关于这方面真的有很多问题 一定要请教江医师哦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来继续聊啰 请教江医师 请教江医师 吃食谷米 有加鲜米就很麻烦了 来 这组不用煎 全你的食谷配方米 真正不用煎 好煮 很有香气 里面有更多道理 高路 酸辣鸡 紅皮刀 让你轻轻爽爽 每天吃美味 吃美味 全你不用煎 有加好的 粗味 十股配方米 控不控口 不丟心 不丟心 控不控口 不丟心 不丟心 推翻民进党政府 一定把阿扁关回去 支持虎哥周席伟 大家都过好日子 以上广告不代表本台立场 戴姿颖 我最近在搬家 新家还在装潢 新家的热水器要装在哪 问我这个防灾大使就对啦 当然要装在通风处 而且还要选择 符合国家标准的热水器 委托合格技术师安装 平常还要定期检查与维修哦 原来热水器安装 也是一门学问 掌握安装要点 就能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哦 别轻忽一氧化碳 小心被毒害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公司主席大位 这位我都要常常加班 需要更多的帖辣 普罗家族全棗金 补充帖辣不用操缓 蓝棗绿棗荷棗 和似乎和精华 都收到的全棗金 替你保应用保护辣 健康造型 打拼成我 穿一座普罗家族全棗金 健康抵辣 美照经 控爆控控 白Q3 白Q3 控爆控控 白Q3 白Q3 新闻 正式 健康 音乐 八九点三 Happy Radio 欢迎回来若音时间 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 我们要请到这位就是 为我们食安把关的名医 江守山江医师 那其实刚才也聊了很多 就是若音看到这个新书里头 所提到的 真的是有些的检查 真的是好像没有这么样的必要 那还有说有些的治疗 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的必要 有时候你在想说那个医生 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场若音提到自己 就是自己亲身经历 我就觉得说 哇那他们误诊我的状况的话 他给我投药 那都是 这个治疗 也感觉好像非正确的 然后到最后他无法知道你的病因 或者怎么样 他开的药其实都止痛药 他甚至是开到最重 你知道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吃到 我整个人头晕想吐 我连转过身来要擦药的时候 我整个人快要晕倒 快要吐死了 然后我连饭都不能吃 然后这样子怎么样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因为你的饭都 看到吃的东西都想吐嘛 然后后来就因为有停药 后来我就发现说 他写管制性的止痛药 那我有警觉性 然后后来我因为有去台大挂急诊 我就跟医生问说 这个药是不是会引起我的那些症状 我想说我已经够痛苦 痛到不能动 躺到床上都痛了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症状 是并发性还是怎么样 我想要搞清楚 就我觉得台大医生很好 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 你这一颗是纯马肺 我吓死了 我吓死了 纯马肺那是什么样的东西 对身体伤害很大吗 他有上瘾的风险 不过我也不能怪那个医生 因为皮蛇长在神经上 他很痛 真的真的痛到 痛到你躺在床上都在痛 他觉得该用麻肺症痛 其实国际上也很多人都会这样用 这没什么错 确实是有效 说真的 确实是有效 因为他让你度过那段时间 因为他不跟你讲是麻肺 所以你也不可能自己去买 那他是管制用药 你也买不到 所以他的用药安全性是应该还好 我是还蛮感谢台大医生 因为他开给我减半的药量 然后再搭配其他的药来 来让我舒服一点 我就觉得好像 虽然说感觉到有痛 但是至少你就知道说 我还没有完全好 我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你可能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方面 饮食方面 睡眠方面 你都要去注意到 所以我觉得 好像给自己有一点痛 你才不会觉得 假装就以为自己好了 然后就做了很多 其实是对身体有伤害的事情 对不对 对 那其实这本书里面 他就讲一个特别的观念 就像说胆固醇 从来不是越低越好 现在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你还在吃胆固醇的药 是因为你肿胆固醇过高 想要降低啊 对 不过现在研究已经发现说 对于没有发作过 心肌梗塞症风的人来讲 你肿胆固醇多少都不需要治疗 是这样子吗 这个连心脏医学会 因为在坚强的证据的要求之下 心脏医学会都把治疗指引都改掉了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都停不下来 因为不知道 因为以前的观念就是说 就吓到说 超过200就要只要的 对啊 那我跟你讲三个数据 你就会知道 日本做了三个大型的人口学的调查 包括福田市等等的 每次都用十几到四十几万人 他发现在日本活得最久的人 胆固醇 女生是210到260 男生是220到279 这个都远超过我们目前安全标准 或者是所谓的正常值 我们目前是200就要治疗 活最久的是220到279 是 那因为其实这方面我们就是 以前的观念 其实对于民众来说是根深蒂固 目前唯一有证据的是 对于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甚至有必要把低密度胆固醇 要把它降到70以下 因为研究发现这样是有帮忙的 可是对于一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你们根本没有中风 没有心肌梗塞过 你为了所谈的吃药 目前看不到任何好处 这个就是 没有必要的治疗做了一堆 对啊 因为不知道就想说应该是 要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 比较好一点 结果就是我们台湾人 吃了美国人7.2倍的药 对因为你是肾脏科医师 所以你知道说 其实用了太多的这种药物 其实有时候非必要之外 对肾脏是很大的负担 当然对肾脏可能就是一个伤害 伤害 有时候甚至会伤害到肝脏 尤其是降胆固醇的药 它也不能会引起肝脏的伤害 所以我很痛心说 大家这种盲目的医疗 跟盲目的用药 台湾人看了美国的五倍的医生 我们说三高达标率 只有美国人的三分之一 就因为我们从政府到医院 整个产业结构 就鼓励大家多吃药 美国的医生 看到一个高血压的病人 他不会马上给你吃药 他会给你一个纪录本 叫你回去量两个礼拜 看看你是不是白保证 你会看到医生高回家量就好的 如果你量两个礼拜还高 他会干嘛 他不会马上开药 他开始跟你讲 你要做生活跟饮食调整 可是在台湾这样的话 就会觉得说 这个医生好像没有开药 没有帮助到我 台湾人已经被养成一个恶习 你要知道吃血压药 从去年八月到现在 已经有八波的血压药 下架了几亿科 发现还致癌物 真的假的 我家人也有人吃啊 三种致癌物 很可怕很可怕 波及到的人 大概占了高血压人口的 接近三分之一 台湾的高血压比例还蛮高 很多人都有 长辈都有在吃 这方面的药耶 所以药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吗 其实美国医生会教你怎么做 他会跟你讲说 来 你太胖了要减肥 抽烟的要给我戒烟 因为烟会增加血压 对 没有运动 每天要给我运动三十分钟 甚至美国有的医院 要教你要佩戴运动手环 你不要骗我说你有运动 我来检测你是不是有 你下次把手环拿回来看 第四个 如果你老是喜欢吃红肉 他叫你要少吃红肉 盐巴少吃 是 这是做生活调整 叫你一天要五蔬果 叫你每天要多吃鱼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可以协助你降低血压 他叫你回去干嘛 叫你搞两个月 除非你血压一去量就超过两百 他怕你马上中风 不然的话 他不会开药给你吃 他会先叫你要从生活形态跟饮食调整 去改变你的血压 你知道吗 多少人就这样就好了 是 所以预防剩余治疗 而不是说检查剩余治疗 对 而且我跟你讲更糟糕的是即使你努力了两个月血压没有下来 他下面一步也不见得马上要开药 他会先做什么 刺发性高血压的筛减 看你会不会可能身长不好造成高血压 荷门异常造成高血压 他把这个查一遍 还有其他的因素这样引起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本态性高血压 要吃一辈子药 事实上有很多人是刺发性的高血压 那台湾有这样子在筛减吗 台湾的健保架构不适合做这个事情 医院如果照我这个方法讲 医生照我这个方法讲 请问一下收入哪里来 病人好了不会来看门诊 没有门诊收入 病人好了不会来拿药 不会来拿长期处方间 没有药价差 医院怎么经营 哎呦是这样 医院的拿走四成的 一颗健保的药 医院拿走四毛 啊不是都说健保 你都不回来拿药 那医院怎么活 啊不是都说健保黑洞吗 就是要让大家有这个真正的 好的观念 让大家不要吃太多的药 不是才是正确的 健保黑洞才可以赶快补救回来 对啊可是如果叫大家都不吃药 就像我这样搞的话 医院的门诊就门可罗雀 我想说诶居然有医生 愿意出这样的书 颠覆大家的观念 那就是已经根深蒂固的 觉得说要做的检查 要做的治疗 甚至是到了医院 医生如果不开药给你 你还觉得那医生 是不是没有要医我 对 这种观念完全是颠覆了 你没有拿到药 都觉得没有赚到 嗯 那而且像台湾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啦 因为他就因为 有成人的那个健康检查 是免费的嘛 什么癌症筛减 什么什么的 然后像我就想说 因为女性有那个什么乳房筛减 虽然说我年纪没到 我想说等到到的时候 我应该会去做那个乳房的筛减 因为感觉就是 女生的那种乳癌比例很高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 预防摄影治疗 就要去做这个 我相信本台有很多 女性的听众朋友 也是有这种想法 甚至是都已经开始在做这样子的 因为是政府提供给我们的免费检查 乳房筛减嘛 对乳癌筛减这样 其实这个东西在学术上 有太多的机关反对 嗯 类似的医学委员会 甚至投导到国际的期刊 建议把乳癌X光摄影废掉 怎么说啊 因为这个不是 因为女生就是会怕这样子啊 所以就要去做这个检查 问题是你用来筛检乳癌的X光 是会致乳癌的 哎呦 哎呦 乳房是X光的敏感性的器官 嗯 欧洲十几个国家的资料 都发现增加乳房筛检 乳癌死亡率不能下降 真的哦 这个是完全颠覆我们的想法 因为就觉得说 政府真的很照顾我们国民 然后都让我们做 就是免费的检查哎 那你看看台湾的数据 台北医学院工卫所 张伍秀教授我的学长 嗯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自由时报上 他也质疑这一点 嗯哼 因为他发现 2004年到2009年 嗯 我们台湾的乳癌拆减率增加了12倍 对啊 宣导的好啊 对 嗯 公卫系统有努力 对很好 母癌的死亡率继续增加 没有帮助 对那你在干嘛 没有减少 我跟你讲哦 癌症哦 哦 发现癌症不是为了个人的兴趣 对不对 所以不想不想发 就像保险一样 我们不想要有那个险材去买那个保险 对啊 所以任何癌症的拆减都要能降低死亡率嘛 就是我们的 你降低不到死亡率 你只是发现很多癌症 让很多人接受治疗 嗯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哦 懂了懂了 所以呢 嗯 可能自己评估啦 因为我们真的 就是以前的观念是那样 然后真的 因为现在真的已经医疗进步到 我们是可以了解到说 数 就像刚刚说的数字会说话嘛 确实是没有减少的话 那你自己就要稍微评估一下了 连美国最照顾医生的美国 嗯嗯嗯 他们最近刚刚美国的预防医学工作组 也做出个建议 建议把美国每年做一次的乳房摄影 改成两年做一次 嗯嗯嗯 那台湾做乳房摄影更没意义是因为 乳房摄影比较适合西方人 那个充满的脂肪的乳房 哦 东方的乳房比较致密 嗯嗯 乳房摄影本来解像度就不够 哦是 常常看不出来 哦 台湾你真的很担心 譬如说台湾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不需要做乳房检查的 你叫医生促诊 你自己促诊 这个都有必要 嗯嗯嗯 同时呢 其实如果你家里人有家族病死 嗯 甚至你知道自己带了乳癌剂 嗯哼 你可以做超音波筛检啊 哦是 还有其他方法啦 你不要忘记超音波对东方人 诊断率比较高 哦是 第二个好处是超音波根本没有辐射线 嗯哼 它不会引起乳癌 嗯哼 这个才是东方人比较适合做的检查 是好 好那最后剩下一点时间30秒时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江医师来跟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呢 因为你实在是讲了很多医生 他们可能在存在心中还不敢讲的话 你就写在这本书里头了 所以我要在这本书开中民意讲说 我没有拿医院的钱 没有拿健保区的钱 没有拿药厂的钱 是把立场摆正 我来讲这些话 对 这本书所有内容都有充足的文献 期刊 科学的佐证 所以也不担心大家的挑战 你要做任何检查 你要做任何治疗 先建议你要看一下这本书 是 连感冒药都没有根据耶 你要知道 连感冒药都没有根据 更不要讲说其他更贵的 更伤害人体的一些治疗 嗯哼 是想要了解的更多的朋友可以来看这本书 好今天非常感谢江医师来说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拜拜